这次轮到美国有点急了,俄罗斯正在获得一个重要筹码。 什么筹码?送上门的美国俘虏。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,乌政府向全球招募志愿者,不少美国人跑到乌克兰参战。 但战场不流行,按照媒体的报道,最近至少有两名美国雇佣兵落到了俄军手里了。 一个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39岁的德鲁克,另一个似乎还是华裔。 同样来自阿拉巴马州的27岁的黄安迪,在哈尔科夫以北的一次战斗中,他们稀里糊涂被俄军申请了。 俄罗斯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宣传材料。 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,日前在接受美媒采访时,明确表示这两个人为了前来乌克兰当兵。 在战场上向我们的军人开火炮击,因此他无法保证两人不会被处以死刑,这取决于调查结果。 他们会面临法庭裁决,他们是不是战俘? 俄罗斯很明确地回答不是,因为在俄罗斯看来,他们不是乌克兰正规军,没有当战俘的资格。 那边美国真有点急了,尤其是听到俄罗斯方面放话,不能排除死刑。 看美媒的报道,白宫感到震惊,对佩斯科夫的话,白宫官员回应说,令人震惊的是,俄罗斯的一名公职人员,甚至建议对两名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判处死刑。 我们将继续努力了解我们所能做的。 佩斯科夫说不能排除死刑,美国的理解就是这两个人很可能会被判死刑。 怎么办? 筹码在俄罗斯手里。 美国只能赶紧和俄方进行联系,但让美国人很无奈的是,俄方拒绝理会。 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1日就这样说,关于在乌克兰战斗期间可能被俘的美国公民,我们一直在试图与俄罗斯政府联系。 上周晚些事后,我们还以乌克兰的伙伴联系,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。 其他国家已几句报道,在乌克兰失踪的美国公民的家属联系。 我们公开和私下都在呼吁,俄罗斯政府及其代理人在对待,包括在乌克兰战斗中。 被俘的所有人是履行其国际义务,我们看到的唯一回应就是俄罗斯官员,在公开采访中所说的那些内容。 什么意思? 意思也是很明确的。 美国和俄方联系了,但俄方不搭理。 美国也找了国际机构,但国际机构也无能为力。 美国只能各种呼吁,俄罗斯你要履行国际义务,要承认他们是战俘。 美国现在只能眼睁睁等着俄罗斯的下一步。 下一步会是什么? 很可能是死刑。 此前顿念此刻人民共和国法院,就判处三名曾为乌克兰军队效力的外籍公民死刑。 其中两个是英国人,还有一个是摩洛哥人,罪名使他们充当雇佣军,并试图武力夺取政权。 英国雇佣军这样遭遇,美国人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。 而且大概率,也不用俄罗斯直接出手,两个乌东人民共和国直接判决就可以。 另外按照俄罗斯国防部6月17日的通报材料,自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来,共有6956名外籍雇佣兵进入乌克兰。 他们分别来自64个国家,其中1956人被击毙,1779人逃离乌克兰。 而在这近7000的外籍雇佣兵中,来自美国的有530人,其中214人被击毙,227人逃离。 但毫无疑问,德鲁克和黄安迪是第一批被俄军俘虏的美国人。 拜登很头疼,我志愿乌克兰抗击俄罗斯,但不支持美国人去乌克兰打仗了。 日前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退伍军人被俄军俘虏一事,拜登就这样回答。 我已经听取了这件事情的简报,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,我想重申。 美国人现在不应该去乌克兰。 我再说一遍,美国人现在不应该去乌克兰。 美国人现在不应该去乌克兰。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,拜登果然做到了。 最后怎么看? 估计不排除几点吧? 第一是美国俘虏偷骂乌克兰。 这一点其实已经在做了。 赶俄罗斯媒体的视频,被俘虏的德鲁克就对着镜头抱怨,乌克兰军队的组织混乱,腐败无能。 他和黄安迪本来是被派去掩护乌军一支部队撤离的,哪知道乌军逃跑时将他们抛弃了。 最后被俄军发现俘虏,两名俘虏还现身说法,劝告类似他们的退伍老兵。 千万别来乌克兰战场,故事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。 第二是俄方判处两人死刑。 这就不需要多说了,死刑很可能。 也不需要俄方直接判,两个共和国法庭判就行了。 当然判了也不一定马上就要执行。 要留给美国人处理的时间,目的是让事情发酵,让美国很着急。 毕竟俄罗斯很清楚,美国人的命和乌克兰人的命不一样。 第三是美国俘虏哭求美国救人。 生子关头,两名美国俘虏不排除以哭腔形式出现。 认为他们自己被骗了,呼吁美国政府赶紧救人。 人命关天,他们的家人,他们的亲朋好友,甚至美国舆论,估计都会紧急行动起来。 向美国政客施压,向美国政府施压,要求和俄罗斯谈判,赶紧救人。 时间拖得越长,美国政府压力越大,拜登越头疼。 第四是不排除某种秘密交易。 先不排除俄罗斯人斗狠,真咔嚓一下,将这两名美国人处决了。 反正乌克兰战场的美国人还不少,再抓几个吧。 据说俄军最近又抓了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老兵,但更可能的是美俄会秘密交易。 当然,过要让俄罗斯松口放人,不付出点代价也是不行的。 而且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,一个美国人换一个俄罗斯俘虏,俄罗斯估计也不会同意。 筹码在人家手里,美国人也只能哑巴吃黄脸,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向俄罗斯妥协。 有些妥协,很伤面子,美国人肯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。 但这可能会带来另一个噩梦,俄军掀起抓美国俄虏的热潮。 这倒是给好莱坞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。 所以拜登很急,重要的话连说三遍,你们都别去乌克兰。 这不是好莱坞电影,不要去乌克兰逞英雄,到最后都成了俄罗斯的筹码。 这段时间三名俘虏被俄判处死刑一事引发全球热议,英国与美国反应尤其强烈。 因为其中两名俘虏为英国人,对于死刑结果英国表示强烈抗议,并积极与俄罗斯展开接洽,希望能帮两人摆脱死刑。 但俄方早有言在先,所有外籍士兵都将不享有战俘权利。 更何况如今仍有三千多名英国人,在乌卫乌军作战,俄方根本没有手软的理由。 英国的希望只怕要落空,而美国的反应则显得有些蹊跷。 虽然其扬言俄方违背了国际法语人道主义精神,但被判死刑的是英国人,和美国有什么关系? 却为何如此担心俘虏的命运? 这一问题在最近有了答案,据在《无作战》的外籍士兵表示,有两名美国大兵已经成为俄军的俘虏,而两人也是首批被俄军俘虏的美国人。 这一消息被曝光后立马引起热议,随后疑似两人的现状照片也曝光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这两人被反绑双手关押在俄军的卡车内,外貌特征与被俘的美国大兵高度相似,基本可以断定就是那两名俘虏。 对此我有三点看法,第一是连美国大兵都成为俘虏,西方或要紧张起来了。 按照俄方对英国俘虏的处理方式,这两名美国人恐怕也难逃一死,但美国肯这样煽罢甘休吗? 若两人真被判处死刑,美方将被俄狠狠打脸,到那时美的关系也将愈发紧张。 第二是难怪美国对英国俘虏的处理方式尤为不满,原来是担心本国共鸣遭到同样对待。 而美方想必也清楚,即便两名俘虏真被俄判处死刑,其也没有任何能力阻止,相反还要避嫌。 俄军已经确定钢铁厂藏有美国军官,如今又俘虏两名美国大兵。 这些都可以成为美国直接介入俄乌冲突的证据,一旦俄罗斯开始算账,美方该如何应对? 整个北约恐怕都要捏一把汗。 第三是这两名美国俘虏,让俄罗斯手中又多了两张牌。 美国肯定不愿与俄展开直接冲突,如果想保住两人的性命,只能与俄方进行谈判。 到那时俄罗斯便可趁机好好敲没一笔竹缸,当然美国也可以不答应。 但其必须做好承受后果的准备。 如今的局势早已不胜美国与北约能够控制,俄罗斯底气失足,美国与北约已无力招下。